新设的山林美景每到假日吸引不少人上山 老家也在新设的张秀如保留老树和竹木还有池塘呼应 改造成艺术人文空间 还以烧柴老灶煮老茶茶叶蛋古早味 让大家感受不一样的艺术生活 充满生气的池塘搭配木竹打造的空间设计 与四五十年的老树相称 有近六百平大的优雅美景是位在新设 也是头渡茶集艺术化多年的张秀如老家 设计的主要元素 我们因为树木都已经是四五十年的成长了 所以我们都保留原有的树木 那为理我们就采用竹子 那一般来讲我们就是用木头跟竹子 两个主要的材料来构成 走进一旁的湖里 一幅幅充满生命力的画作映住眼帘 二十幅的油画及铁雕 都是台中市沐海艺术协会理事长黄文栋的创作 让艺术能够跟生活结合在一起 让艺术生活化 所以我发觉我的画来这里展 我本来是补币的 可是我来这里一摆了以后 我发觉我的画是比在家里好看太多 因为它有温度 在狐狸屋不只可以赏字画 也结合花艺及铁壶茶仓等茶器具 让人有不一样的一闻享受 来这也不能错过烧彩老灶的温顿老茶及茶叶蛋 用我们的泉水来泡茶 来煮任何的食物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鼓噪 让我们更能够去 撕骨的情怀 希望把这些中华的茶香 艺术哲学继续的传承 张秀鲁巧心改造新设老家 将茶香及艺术文化都带上了身 让大家在山林美景当中 放慢脚步沉淀心灵 尽心感受艺术人文之媚 这里这样台中才放到